服务区17号晚间 463个车位全部停满 当时有社群媒体在这里进行车距 甚至还有人在车道上烧胎甩尾 烧胎产生了大量白色烟雾 伴随刺耳声响吸引不少人围观 还有人为了看热闹 骑机车从便道闯进服务区 车距结束后休息区的车道上留下一道 又一道烧胎痕迹 民众看到这样的情况直摇头 公然在休息区烧胎甩尾 怎么不见警方取缔 国道7队表示当时警力都在国道执行 防标勤务他们会根据影片和揭示器画面 进行举发车主可能吞下六千到三万六千元的罚单 当时擅闯服务区的机车 警方除了开罚驾驶还把机车拖下国道 同时呼吁民众不要在国道和服务区进行车距 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的权益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